最近,Somi因回应一条辱骂被伴、Tun Ewan、Winner、Icon和Trader等YJ艺人的推文而引起了不同的反应 虽然Somi在SNS上以直率的态度而闻名 最近还因驳斥一名指责他假唱的网友而走红 因此很多人认为Somi的回应只是一个玩笑 他的言论却不认同对YJ艺人的侮辱 与此同时,注意到争议后的Somi也删除了评论 而这一事件也导致Tun Ewan兵纪前辈取消了对他的IG关注 事实上,Somi过去曾多次出现过此类SNS状况 特别是在2018年,尽管Somi作为一级的预备成员 但最终还是选择离开了JYP 此消息公布后,粉丝们注意到Somi开始点赞很多 比如真好,你离开了JYP,你值得更好的等评论 因此让许多人对Somi的行为感到无法接受 另外,Somi还曾在Instagram上上传了韩国音乐排行榜台面的贴文 以祝贺不来平的真理登上第一名 然而在这个榜单中还包括了Twice 让很多人感到愤怒,便指责Somi庆祝Twice被超越 后来还发现Somi取消了Twice的IG关注 这更增加了对他的批评 此外,还有Inhaven在2023年妈妈演出中 身穿戴红色细节的白色服装 呈现一场戏谑鬼舞台 然而,一名网友制作了一段视频 将这套衣服与卫生棉条进行比较 让粉丝认为这是对Inhaven的侮辱 由于Somi被发现在Insta上点赞了这条视频 他也被卷入了争议 除此之外,此前在2022年接受采访时 Somi被要求说出 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韩国流行音乐传奇人物的名字 Somi称赞了音乐制作人Teddy 表示他创造了一些很棒的热门歌曲 并打造了Teddy Ewan、BitBan和BlackPink等传奇韩国流行乐队 然而考虑到BitBan90%的热门歌曲 都是JDragon制作 有人认为Somi说Teddy创造了BitBan 是对BitBan白收起家的成功的否定 引发了争议 种种不当言论让Somi不断陷入舆论 因此,直率不等于没有思考 很多人认为Somi需要在SNS上低调一点 敬严慎行 对此,大家怎么认为呢?欢迎留言 爱的韩语社,每日解说最新韩语 欢迎赞和订阅哦